花就是世界 因为花里面有太阳 花里面有水 花里面有大地的矿物质 这个花有人类的种植 买卖 离开刚刚所提的无量无边的条件 这个花不能存在 所以它的名字暂时叫花 但是它本来的面目呢 是叫空性 叫真实像 是平等的 花等于麦克风 麦克风等于瓶子 瓶子等于地球 男人等于女人 猫等于狗 狗等于蚂蚁 这个是对人类的理想 这个叫空性的思想 如果人类有这种思想 就没有宗教的对立 国家的对立 男人女人 人跟动物的对立 这个叫空 那因为没有对立 所以互相相爱 才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人活下来 人比动物还好 动物 鱼翅 人比天神还伟大 因为天上的神 永远 他们想要享受快乐 他不会去救平人 因为他在快乐 他就没有感受到痛苦 他就不需要去追求智慧 但是人 在这一点 他有意志力 他有感情的能力 他有智慧的能力 他可以改变一切 所以 但是讲到改变 不能改变别人 改变你自己 才是影响别人最好的方法 你想要去改变别人 控制别人 那就代表你不相信真理 所以 我不生气 你就不生气 我微笑 你就微笑了 我不需要去骂你 你这样 我就这样 然后呢 我这样 你就这样 你如果要世界好 从心做起 心好了 那如果我们这边人 等一下从马癌出去外面就有彩虹了 彩虹是你的心变的 你的心好 他就彩虹了 你的心好 癌症就不见了 现在的癌症 肚子痛 腰痛 头痛就是想太多 膝盖痛就是骄傲的人 腰痛就是压力又抱怨的人 糖尿病 三高就是欲望很强的人 心脏病就是爱生气的人 会咳嗽 爱骂人的人 那这就是来自于你的心态 那你心态改变了 那你的肉体就改变了 那你肉体改变 你就可以教别人改变 你的妈妈爱骂人 你不能跟他讲说 妈妈你不要骂人 没有用 我不要骂人 我开始讲好话 你这个力量给妈妈 妈妈就不会骂人了 这个就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互相在影响的 你快乐 全世界更在快乐 你生气 全世界都在对你生气 你亮起来 世界的黑暗就不见了 你自己在黑暗里面 世界就跟着你黑暗 为什么 佛陀讲得很好 这个世界没有单独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叫生命共同体 我们叫地球村 互相影响 山影响水 水影响虚空 影响树 树影响动物 这个世界 现在讲地球暖化 因为人类的欲望墙 产生了天气的变化 又产生了南北极的冰融化掉 产生了水的问题 因为一直互相影响 简单的说 就像各位拿的一部手机 原来这个手机跟世界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 那你要利用你的手机去净化世界 如果你的手机在看战争 在看暴力 在看摔角 在看欲望 那这个欲望就一直影响这个世界了 所以 为了要世界更平安 国家更好 父母更健康 儿女更健康 你要保持一个莲花的心 清净 没有污染 充满爱 这就是 我们在念奥马尼辩命奥 念一个纵 或是念阿弥陀佛 你念什么都可以 目的 就是要让你保持一个清净 没有分别的智慧 以及对所有生命 包括花草树木 包括对敌人的爱 慈悲没有敌人 有敌人就不慈悲 智慧的人没有烦恼 会烦恼就没智慧 那你要去想 我为什么会烦恼 因为我有所求 我希望你爱我 我希望你给我薪水 那你有求就会痛苦 你要求自己 但不要要求别人 那你会快乐 所以各位这一点记住 控制欲不要太强 有些女人嫁给这个老公 我要控制你 你把家里变成一口监狱 大家都很痛苦 你生儿子你也控制不了他 不要骂他 生儿子 我做你的朋友 陪着你长大 你玩电动玩具 我陪你玩 从这里面教育你 而不是跟他对立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到时候他长大了 他跟你完全不一样了 你又很生气 又很痛苦 因为你没有好好去影响他 所以爱可以影响一切 这个世界 人类不怕战争 不怕地震 人类就怕失去慈悲心 一种漠不关心的心态 我自己好叫 甚至想要踩着别人的头 得到胜利 那是最可怕的 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别人都比我好 做快乐 所以我们佛教有句话 发愿 永远做 把众生当作我的国王 我的主人 我是众生的仆人 我是来扫厕所了 皇帝给你做 享受给你 要把生命像土地一样承受一切 让别人快乐 在佛教里面叫地藏菩萨 所有人都是我的妈妈 所有人都让他升天 所有生命包外只小蚂蚁 都让他成佛去净土 唯有所有生命都快乐了 成佛 我的生命才停止痛苦 所以愿自己能够承受所有生命的痛苦 愿所有的快乐都给别人 所以各位现在要做个练习 爱丁堡人很多 前面有个老人走过去 你要想 愿他的腰痠背痛给我 愿我的健康给他 你要这样 而且你要真实去做 帮他扶一把 让他减低一点重量 你看到一个穷人 愿我的钱给他 愿我接受他的贫穷 你要开始练习 为什么要这样练习 练习不自私 练习众生 别人才是我头上的国王 我要服务所有生命 服务所有人类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是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慈悲 我们叫大慈大悲 不分宗教 不分动物 鬼 所以我们去服务干嘛 我们怕那边有鬼 希望鬼都升天 希望鬼都永远不痛苦 所以要去服务 希望动物都有东西吃 各位我希望各位多去医院坐 坐在那边 念你的宗教 念玫瑰经 念心经 念道教的经 都没关系 用爱 希望医院所有老人都不要生病 所有病人赶快出院 你要用你的念头帮助医院 今天我们在学校 来希望所有学生 健康快乐 努力读书 找到真理 奉献世界 要这样不断 不断起愿 你不能说我儿子又没来这边 我来干嘛 我儿子在这边我就要来 那叫自私 关在监狱里面的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自私是生命的敌人 不能自私 没有私心的爱 才是生命的快乐 从现在开始练习 如果你要找到快乐 那么 没有恨的爱 平等的爱 慈悲对万事万物 那才是宗教 而不是说你是天主教 我是基督教 他是佛教 没有条件 没有分别的爱跟真理 那才是我们追求的 爱心是世界宗教 不是光爱男人 爱女人 爱太太 爱先生 而是爱万事万物 所以看到花 给它喷喷水 因为它们希望有水 可以长得更漂亮 活得更久 所以看到鸟 给它一点食物 给它祈祷一下 希望这只鸟快乐健康 将来升天 看到每个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句话最好 众生都可成佛 一只蚂蚁一个鬼 地狱的众生都可以成佛 对佛陀来讲 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他心中的佛 这是最大的 所以一个太太就说 师父我不快乐 我说你为什么不快乐 那你教我怎么快乐 你把你老公当作皇帝 你不是皇后了吗 但是如果你看不起你的先生 你永远做个奴隶 所以尊敬每一个生命 他们都是神 都是未来可以成佛 那你的生命就最快乐 当你看不起别人 比较 我比较有钱 他比较穷 我比较进步 他比较不进步 我比较有文化 他没有文化 这个傲慢 是伤害人类的 所以唯有没有傲慢的悲心 原谅的爱 你才会有快乐 好 那现在他们要把这个发给各位 然后利用这个机会 有几个菩萨说他们 在我们佛教所要 归一佛法身 我刚刚讲的就是三个 释迦摩尼佛 他圆满了生命 他所讲的叫法 我刚刚讲的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方法 生 那我们出家人 包括各位 你按照佛法在生活 帮助别人 都叫生且 我们叫三宝 生命的三种宝 那我们按照这个三宝 来过生活 希望追求 成佛 用这种佛 是在你心里面 你如果你有智慧 有慈悲心 那就是佛性 每个人要归一 内心里面最圆满的那一面 叫佛 佛在你心中 那你既然要归一这个佛 那你要按照方法 怎么去修行 不要生气 不要有欲望 只要有慈悲 跟智慧 帮助众生 那你要去归一这个道理 生且呢 生就是实践 我们出家人 之所以出家 或是各位在家菩萨 在家人 按照佛陀的方法 在过生活的人 我们不杀生 我们还要救生命 我们不偷盗 我们还要帮助穷人 我们不邪淫 不要搞男女 不要对不起先生 对不起太太 不要破坏到别人的家庭 我们还要守护自己的家庭 我们不骗人 我们不喝酒吸毒抽烟 我们还要 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我们按照佛陀的方法 在过生活的人 叫生且 所以我今天要念善故意 特别各位看到那边黄色的牌位 那是写了全世界的灾难 第一次大战 大二战 我们到哪里都会写 会写爱丁堡所有的人类 爱丁堡所有的痛苦的亡魂 希望他们得到我们修行的功德 所以每天都给他写在纸上面 带到全世界 包括被堕胎的小孩 艾滋病死掉了 乃至不管他是什么样痛苦的 反正只有一个目的 不希望有任何一个生命在痛苦 你的痛苦是我的责任 我再讲一个重点 慈悲是一种责任 对所有生命承担他的生命的责任 合起来才叫爱跟慈悲 就像我们对爸爸妈妈 对你的独生儿子 有生命的责任 你不能生病 我生命都可以给你 就是希望你快乐 爱跟慈悲 包括这个责任 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生命的痛苦 成为你读博士做学生赚钱的责任 千万不要说我有钱就好 你们贫穷的是你不努力 那你是一个没有爱的人自私的人 所以这个叫归生 生且就是要实践爱跟慈悲 所以我现在带着各位念 当然各位不是光你归 我们希望所有的天神 人 地义 二轨道 动物 所有的轮回的生命 都能够找到自己 归 我讲的这个道理都很简单 怎么去做 所以来跟我念 南无本是释迦摩尼佛 愿为三宝弟子 归于佛陀 归于佛法 归于菩萨生学 归于佛尽 归于佛尽 就是我们确定自己 已经把生命 近未来的生命 依止了佛陀 依止了真理的意思 依止外在的佛陀 是要找到你内在的佛陀 不要依赖 我们每个人都有最好的那一面 你要拿最好的 比如说你很爱小孩 从今天开始 那个一只猫 那个一只狗 都是我的baby 这样就对了 平等 要这样来告诉自己 来 归于佛尽 归于法尽 归于身尽 那我们成为三宝弟子 要说什么呢 要发愿 来 愿为三宝弟子 从今日 乃至这一辈子 乃至未来 绝不伤害 绝不伤害任何生命 绝不伤害任何生命 记住哦 你害我 我都不会报复你 你捣我的钱 我也不会告你 因为 我们在学习一种 要爱别人 要先修忍辱 所以绝不伤害任何生命 那才叫三宝弟子 以真理 以爱 做老师 我们要过这种生活 所以很伟大 从今以后 保护所有生命 让他们离苦得乐 让他们成佛 愿所有亡魂 痛苦有情 往生净土 要这样发愿 愿断一切恶 从今天开始 伤害到世界 伤害到别人 都不要做 愿修一切善 凡事好事 你都要做 你不能说 这个人又不是我爸爸 这个人又不是我的宗教 我才不布施类 只要帮助他们 不分宗教 不分种族 你都要去做 这个是戒律 第三 适度一切众生 杀死你爸爸的敌人 在生病 你都要帮助他 慈悲没有对立 没有敌人 只要适度一切有情 你不能说 我只度人 我不度狗 我只度有钱人 我不度穷人 那不行 任何生命 一只小蚂蚁 都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 要发这个愿 再把这个功德来回向 像各位 这一两个钟头很专心 就对世界产生影响 那时候你会发现 我肚子痛怎么不见 搞不好 今天晚上回去 你头痛就好 因为心态改变了 心改变 头痛就会好 你一下 把这个力量 心灵的力量 跟将来行为的实践 这个力量 供养给世界 供养给英国 大海里面的所有生命 一切众生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得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将来成佛 普度众生 奥阿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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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 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来介绍金刚厨 我们看到后面坛城有好多的金刚厨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我们知道金刚厨 它又叫做Gatta 那现在可以请师傅来为我们介绍吗 好 我身后后面有很多的金刚厨 金刚厨代表本尊 因为我们去跟上师求法 求法回来一定要修 如果没有修 就是对上师不恭敬 要用法来供养上师 所以我后面这边最高的这一只 好我们看到的这一只 这是十一面 十一面观音的金刚厨 上面是阿弥陀佛 代表阿弥陀佛 一般材质是这种是铜的 铜的 有点铜锈了 那师傅现在为我们介绍 金刚厨的材质 一般像这一只 这一只金刚厨是 会计金刚 上面是释迦牟尼佛 这是属于硫金的 一般都是硫的 硫金的比较特殊 这是属于会计金刚厨 所以在太照上面的佛像 就可以奔出来了 是 还有这是 马头密尼佛 所以 马头密尼佛 所以 马头密尼佛也代表观星菩萨 因为观星菩萨 要降服这个魔的时候 是一只白马 从他的 从他身体跑进去之后 跟他合而为一之后 这只马 变成白马 从他的头上冒出来 所以这代表 这一只金刚被他降服了 这魔被他降服 变成金刚护靶 这只马 因为他的业障太重 所以这马变成青色的 一般这只马 会代表青色的 青色的马 那就是一种金刚厨 所以他这个材质是 是铜的 铜的 铜的 铜身 下面是铁的 铁的 金刚厨好像下面都是尖尖的 对 代表金刚厨 就是金刚不外 吹破一切 磨难 所以金刚就是 可以吹破所有的障碍 用尖尖来吹破一只 那这一只是铜的 叫普巴金刚厨 普巴金刚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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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修法去供养 普巴金刚厨 是不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 对 一般常听到是普巴金刚 比较多 还有我们糖蜜的 糖蜜的 糖蜜的 厨 厨跟铃 一般刚才讲 厨里面有分一菇厨 是 这是三菇厨 然后这是五菇厨 还有铃跟铃配合 代表一组 代表慈悲跟智慧的装运 然后这边还有 上传的 厨 好 师傅 你那个不够拿 我帮你拿一下 我有准备这个 这个法器要慎重一下 我有这个都带来了 这个不行 让别人碰 不可以拿 为什么 修法人 法器都是自己修法人在用 这样子 不假他人手之手 所以可是我有戴手套也是不行吗 不可以 这样子这样子 不好意思师傅对不起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去修法的 我们要慎重 好 不好意思 那师傅请继续 好 这个是 我们 藏传的五菇厨 它是合起来的 它是 一般的 糖蜜的是分开的 上面是没有连接起来的 代表愤怒尊 所以是看上面就知道了 对 看上面就知道了 有合起来跟没有合起来的 对 这是属于藏传的法器 合起来的 好 藏传的法器 靈跟植 它们是属于一组的 叫做佛 佛父 就叫佛母 然后上半身代表佛的身 像靈的话 上半身代表佛的身 下面这个靈 代表佛的羽 然后里面有舌头 这是送心的意思 所以摇铃的时候 就是这个 铃处在加持送心 这个意思 然后铃处一般 如果把它合起来 这样又代表一尊佛 叫毗卢遮纳佛 一般有的上述位加持 众生的话 因为拿这个这样加起来的 铃处合起来 放在头上加持 就是毗卢遮纳佛 表法 旁边投佛 一般他们会拿那个手骨 手骨代表北方 那个不够成就如来的化身 我这边就没有 因为平常没有在摇 所以师傅你的意思是说 修法就是 有一个铃跟一个锄 还有一个骨 还有一个骨 三样 对这三样是最常用的 有没有说只有一个金刚锄而已 金刚锄比较不会 它们都会是铃锄 还有骨一起的 好 然后现在再继续介绍 这个是 水晶的 不同材质 这是水晶的五孤锄 这也是五孤锄 这是专门修金刚沙豆用的 一般金刚沙豆修法的时候 教你我在手上 然后持咒 加持这个法器 以后拿这个法器 代表本身去加持众生 这也是修金刚沙豆 好 那师傅你有没有想说 这个时期就是 会拿不同种类的来修呢 一般都一个时间时间 看平常把这个法座修完之后 这个时间如果有 像现在被炎杀石啊 我们都会专门修千首观音嘛 看当时有什么状况 我们就修那一个法 来用回降给众生 一般的话就是 重複修行 每年都是这样 每个法都是一直 每天 座宇都是一些一些 看你定量 定量去持他的座 不能间断这样 这个是刚才 这些遗漏掉的 就是灰激金刚杵 还有巫厨小型的 为什么呢 一般的 比较适合配戴外面 在外场的时候 你去比较 比较远方的地方去 去休息的时候 比较好拿 比较好轻放了 轻放在包包里面了 那属于象牙材质的 主要是携带方便 对携带方便 那一般我们可以取得的 就是这个 用这个 有很多人把这个金刚杵 小支的配戴在身上 也可以保护自己 因为金刚杵 吹破一些磨难 这个意思 是是是 那师傅你有没有 这么多支金刚杵 有没有 自己比较偏好的 比较偏好的 其实没有 都是一起修 就一起修 那师傅 今天为我们介绍的金刚杵 那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还有更多的神奇宝贝 期待吗 那我们下回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发挥紫碑 抢救生命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传奇法师洪法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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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叫别解脱戒 别别解脱 一条一条解脱 瘦一条解脱一条 瘦一条解脱一条 所以我们修行人就是以瘦戒多少 哎 那个杠杠越多 杠杠越多 修行境界越高 瘦一条解脱一条